這個有理數的定義實際上是這樣 這個實際上是形如B型態 是數乘值,就是我只要能夠把它表示成A分之B型態的數 都可以稱為有理數,但是要小心它的前提是 AB都要是整數,然後呢,A不能是0 AB都要是整數,你不能說我今天一個2分之2 你說它是有理數,這樣不行 所以有理數基本上它長的形式必須要像這樣的分數 能夠畫成分數的形態 而且它的AB都是整數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能稱這個數是一個有理數 所以我們來想想看這一個非整數它代表是什麼意思 所以這個非整數實際上它代表意思有兩個 一個意思是我們可能看到有一些叫做有限小數 有限小數它就可以被歸分在這個區塊當中 那另外一種是循環小數 那它也可以被歸分在這個區塊當中 所以有限小數會有像什麼樣的例子呢 所以譬如說我們今天講的整數的部分這個答案例子好舉 整數譬如說1啊-3啊0啊這些都叫做有理數嘛對不對 那如果是非整數的部分有限小數 譬如說3.6這個就是一個有限小數 然後呢10分之71對不對 所以你3.6也可以把它寫成10分之36嘛 所以這個很明顯因為可以畫成分數 而且顯然它的分值跟分母都是整數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它確實是有理數沒有錯 那循環小數呢 譬如說舉個例子3.414141這樣的東西 這個上面畫一槓代表它循環位數是兩位 然後它4141不斷的循環 好這樣不斷的循環下去 好4141不斷循環 這個我們在後面的章節講數列極數的時候 會告訴你這個東西要如何把它畫成分數的形態 好所以現在就先暫時告訴你說這個東西 它實際上是可以畫成分數的形態 然後我們一樣就可以去計算它是一個有理數是沒有錯的 好所以像這個往後我們都會再看到譬如說9.4 然後4144 好這樣下去 那像這個東西其實也都被歸在有理數的範疇內 好所以這個是有限小數跟循環小數跟整數 都歸在有理數的一個例子 那這個無理數呢 這個無理數基本上不是有理數的磁數 我們就稱為無理數 好不是有理數的數就稱為無理數 所以這個例子 當然就是去找一些根號不可循環的小數囉 所以你看像譬如說根號誰 根號2-根號7 這些當然都是無理數 因為它沒有辦法畫成像這樣的一個形態 我們剛才有講到就是不可循環的小數 而且是無限小數 不可循環的無限小數有誰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π 對不對 我們現在都知道這個π它是不可循環的無限小數 好所以基本上像這樣的例子就稱之為無理數 好所以整個素系 同學們稍微要有一些概念 好因為在這些素系當中有一些性質 往後我們在微積分課程裡面 也可能會用到 那另外我可能稍微再補充兩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 有理數實際上本身具有一些特性 往後也有機會會接觸到 譬如說第一個特性 有理數的運算具有封閉性 然後第二個 有理數具有稠閉性 好 那我簡單的解釋一下第一個 有理數的運算指的是加減乘除 好所以你知道 有理數加有理數是有理數 有理數減有理數 有理數乘無理數 或是有理數除以非0的無理數 非0的有理數 這些有理數他們自己本身的運算 都具有封閉性的 意思是說他們做完加減乘除之後 還是有理數 好所以這個運算具有封閉性 這個性質有時候還蠻好用的 可以幫助我們去判斷一些事情 那第二點呢 這個有理數具有稠密性 什麼叫稠密性呢 簡單來講就是 任兩個有理數之間 我一定可以在中間找到其他的有理數 好所以不管你這兩個有理數 再靠近再靠近 我都一定有辦法 在這兩個很靠近的有理數之間 再找到其他的有理數 那實際上這個稠密性 無理數也有 好但是要注意的是 無理數的運算沒有封閉性 好所以我這邊都特別的把 有理數跟無理數註明出來 只有有理數才能夠具有封閉性 但是無理數不行 好無理數不行 好無理數的話你想想看 我更號2乘以更號2 就變成2 所以無理數乘無理數 反而變成有理數 所以這個有理數的封閉性 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稠密性的話 是有理數跟無理數 兩個同時都有 所以往後如果我們學到一些 數列跟極數的概念 然後可以來解釋稠密性的 我們還會回過頭來解釋這個部分 我媽說當我收集的 寫的可能性